因為其實啊 如果你想講到巴黎 其實現在大家就會心目中 想要首選一個就是最新的 就是 那我們兩個就去那邊體驗了 真的就像你們說的 住一個好的 然後一整天就在裡面享受 都可以在裡面 那裡面到底有哪些好的設施 還有哪些好的 好玩 好吃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拍了影片 要介紹給大家 巴黎這邊有一個 全新新開的酒店 是哪裡呢 巴黎福棚喜來登酒店 看起來好高級喔 太美了 而且好挑高喔 對 而且它的燈非常的溫暖 然後還有淡淡的香氣 很歐風的感覺 像巴黎福棚喜來登 它其實是 所以東西都好高級喔 你所有對於一個飯店 最想要的願望 幾乎都可以在那個飯店裡面達成 然後重點是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像在巴黎裡面它是 有溫泉的 可能很少人知道 我不知道耶 對啊 但它房間裡面是 你打開水龍頭泡湯的 它就可以有溫泉可以泡 對 還有黃金美人湯 對啊 還有黃金美人湯 是那個琥珀色的 然後可以養顏美人 我跟妳說 這裡是他們聽說 Viu最美的卓越泡湯 這個Viu是 這個Viu270度的耶 沒有錯 就是270度 這絕美的河景 這裡23天 這樣一瓶一瓶是不是很棒 好漂亮 哇 好舒服喔 你們看 我現在泡的這個琥珀色的 它是黃金美人湯喔 一般大家都可能以為 要到北投或其他地方 才有辦法泡溫泉對不對 沒有喔 巴黎這邊有它 獨有的黃金美人湯 養顏美容之外 還可以消除疲勞 重點是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 你一邊泡湯 還一邊可以看這個無敵美景 真的是太幸福了 然後啊 它的餐廳 因為我們剛有說喜悅樓嘛 其實喜悅樓裡面 它是結合了中式料理 還有越式料理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是喜歡吃辣的話 其實他有穿菜可以做選擇 還有公色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Viu也太漂亮了吧 因為其實你看這邊 可以看到山景 還可以看到海景耶 聽說這裡好像煙火季 也是可以看煙火的 白天你可以看到這些view 但晚上呢 這裡就很適合開parking 跟看煙火的絕佳地點了 那游泳池的旁邊 它就有一個池畔酒吧 進來的時候 我以為我一秒飛到國外 我們要來度假 因為感覺是整個無邊境 其實這邊的公共設施還很多 這裡很貼心的 還有健身房 他們的親子遊戲室裡面 就有積木啊 然後還有switch 然後小朋友喜歡看書的話 才有閱讀室 那我剛剛在房間裡面 因為已經有泡他們的黃金美人湯了 好東西不能只有我享受到 他們這邊有大眾池喔 所以我覺得來巴黎旅行啊 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個黃金美人湯了 這個真的是 所有愛美女生的必備首選喔